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我移民来香港之前已经来过香港一次旅游 什么感觉 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 很多人 急急忙忙的 很多就是很现代化的城市的感觉 很多人很忙 很多吃东西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北京没有这么多饭馆 所以我觉得香港很多吃东西的地方 对 好多从大陆来的地方 第一个感觉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来香港的时间 应该北京的印象也是不会这么快的淡忘 因为那个时间才十几岁了 那么两地你感觉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香港和北京 北京给我的感觉比较开阔一点 地方大一点 当然了 没有那么多 那时候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香港给我的感觉就是 比较拥挤 然后 街道也比较窄 就像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吧 最大的分别 最大的分别我想是气候吧 气候这个是一定的了 那你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在香港生活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适应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适应 因为那时候 语言又不通 然后 对我来说香港很陌生 在香港除了家人以外没有其他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很 比较闷 我想后来慢慢就应该 而且那个时候生活的习惯也不太适应 吃的东西也不太习惯 那现在因为时间长了就慢慢的适应了 那么到底现在你是不喜欢香港呢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应该喜欢香港的 因为我没有后悔过来香港 这当然那么多的成就 自己的事业 所以对这个地方 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 其实我有时候总说在香港 觉得很忙碌 很紧张 很压力 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而是 这跟我的 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的职业有关系 所以让我对香港有种很特殊的感觉 那么北京跟香港两地在比较的时候 你会喜欢哪里多一些 为什么呢 对我觉得 如果让我选一个比较喜欢住的地方 我当然还会选北京 因为北京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在那边出生 感情 北京是我的家 我说香港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因为好像回到香港除了工作 没有其他的什么太多的朋友 其他的事情会在香港做 所以 你会在那里面的那个困难 你觉得不能说来给大家听一下呢 困难一定会有 首先就是 语言上的问题 因为北京说国语 在北京的时候 从来不会听广东话 还有说广东话 对 语言上的困难 但是到香港以后 首先要适应的就是这个问题 广东话 还有就是 文化背景的不同 不一样 会有一些隔阂 刚开始来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都不太习惯 也不太明白 比如说香港人说笑话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们 有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笑 全都是广东话 也不太能够沟通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 可以克服的 因为时间长了 就会慢慢了解香港 然后了解香港的文化 了解香港的人 所以困难会有 但不会很难克服 但是其实我觉得 你广东话呢 十分不错 就是九成半以上的标准 也不太能够听出你的相应 你是怎么样学的呢 广东话我是 来到香港以后 我没有去找老师 还有买袋子学广东话 我就是那时候整天 带着家里看电视 然后首先会听 先会先明白 他们在说什么 后来我签了场面合约 有机会跟香港人多接触 然后就慢慢的 黄北你好 虽然上次我不是和你做访问 但是我一直都有留意你的访问 上星期呢 谈到你曾经游历国内很多地方 其实呢 你去过什么国家呢 哪一个国家 就是除了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 对吧 其实我 我去过 不是去过很多国家 去过美国 澳洲 还有英国 还有新加坡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 是纽约 还有因为美国我有很多 亲戚住在那里 然后纽约是我 多影响最深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我在那里 看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 对我的 誓言有帮助的东西 要是排的话 我想 哪一个国家 我会排 美国 美国吧 拆住了 我没去我多少地方 没有了 因为你的音乐当中呢 美国对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看 那么你在香港的发展的情况呢 发展得很不错 在这世界当中的是 朋友 大家都看得很好 而看你那个成绩是 我看成的有目共睹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当初来香港的时间 有这么一天 或者是将来在北京 跟香港一样 这种情况 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不会 我会觉得很紧张 很紧张 不太自在 因为我不太 其实怎么说 我在香港 算是 算说 有点成绩 有很多人认识我 但是我现在 依然不能习惯那种 那种受注目的 生活方式 我不太喜欢 到哪都被人认出来 然后 怎么说 评头论足啊 这些认识 不自然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北京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这是无法避免的 有听众是 内心说呢 说一定要问你的 就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样 加入乐团 当歌手的 来香港以后 因为当时 生活苦闷 所以就 想找一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从小 就很想唱歌 那那时候 我就通过 我爸爸的朋友 认识了 香港一位 很出名的老师 在戴司中 然后就跟他学唱歌 其实当时学唱歌 只是说要打发时间 并没有想到 要出唱片 或者怎么样 但后来他就把我 介绍给唱片公司 然后经过试音 就 就这样 开始亲人出唱片 那听众朋友们 你们应该听听 王菲这个鼓励 当你感觉到 很寂寞的时间 很苦梦的时间 千万不要起雷 可以再来个 天王巨星的 那么 王菲 第一次关注唱片的时间 你自己有没有 什么特别的感觉 或者是有没有想过 会有今天 这么受欢迎的呢 其实没有完全 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因为 当时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我 我好像还没有 完全准备好 要出唱片 所以我当时 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也没有特兴奋的感觉 就是 请不一时 这样 因为当时选歌啊 什么各方面的事情 都是由唱片公司负责了 我还没有 还没有 怎么说 还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 我的责任就是 唱 唱好每一首歌 就是这样 那么虽然你观众的唱片呢 是已经 很多很多了 那么 同样呢 你唱的这个 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歌曲呢 那么 当中 你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我 其实我 我好像 出了几张 广东唱片里面 有很多不同 风格的歌曲 大家的感觉 可能是我在 尝试不同 类型的歌曲 但其实我 并不是 故意地想要 想要 塑造一个 一个形象 就是说我能唱 各种类型的歌曲 其实我是一直在找 找适合自己的东西 所以 以前的那些 出现过的 不同类型 只不多是我在寻找中的 一个阶段 一个过程 我想我现在比较 从 最近的那一张 十万个 为什么开始 我觉得 开始 接近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比较 喜欢 自然的演绎 自然的去 无论是歌曲的风格 歌曲的编曲 歌曲的旋律 还有演艺方面 我都比较 形成比较 原始的自然的 还有清新的方式 那你现在 最希望是 与哪一个 音乐人合作呢 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想一想 其实我挺想 国内的音乐人合作 因为我觉得 大陆地方很大 有很多人才 对 其实因为刚刚看 大陆的流行音乐 怎么说 流行音乐好 要过你 各种音乐 这种流行文化的音乐 刚刚开始 所以很多 很多人才 还没有被发现 然后 它的系统制度 还不完善 没有太多的经验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 很有才华的人 所以 我希望将来 有机会 跟这些人合作 对 我绝对同意 你的看法 在我们国家 这么多的 艺术家 肯定有很多 很出色的人才 那么在 高手当中 歌手当中 你哪一位 比较喜欢 跟他们合作呢 其实每一个 我欣赏的歌手 创作歌手 我都 我都希望 跟他们合作 那你第一首 创作歌曲 已经是受到好评 你会不会 继续在创作吗 其实创作是一支 我自己很 很希望 我们做到的事情 那 从直迷部会开始 我第一次写歌词 这样 其实后来 我在 《十万为什么》里面 也有一首 自己做制作曲的 曲的歌 那首只是一个 我自己主演的 电视剧的主题曲 所以 我还是希望 自己能够 有更多的创作 但是我觉得 我也不能勉强 我觉得创作这个 东西 不能说 为创作而创作 我只是会 有感而发 当我有灵感的时候 我想表达的时候 我才会写 很好 那你有没有一个 特别的方法 去启发自己 那个创作的灵感呢 没有一定的方法 灵感来了的时候 就来了 不管可能 当时我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可能就会有一些灵感 或者 我对自己的 处境 或者我 对某些事情 感觉 还有反应 会让我有些灵感 这个都很难说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现在呢 有什么目标呢 远群目标有没有 没有什么太远大的目标 我就是希望 希望自己能 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能做到 让自己满意 然后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 能有一张 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唱片 好 今天呢 再一次 谢谢王菲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我是王静雯 王静雯 你好 谢谢你在白王之中 在抽空来我们这里 时间不多呢 我们开始发问好不好 那第一条呢 你有没有想过唱歌 唱了什么时间 你会考虑退休 结婚 找对象 家人呢 我觉得我不会唱很久 为什么 就让我三十至三十五岁 最迟 那就很久 就会退休 那么第二条呢 小明哥 现在是访问 还是问大比赛 那好的 那你问你问 好了 我问了 第二条 你在心目中呢 有什么形象的白马王子 有没有 小明哥 你不要指着自己啦 我指着我自己 我说 我不是他理想中的对象 我没有想过 像很多女孩子 想过白马王子 会是怎么样 自己心目中 男孩子会是什么样 什么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规定的很死 比如说大眼睛 高个子 高鼻梁 从来没有这样 我想遇到了 遇到了就是遇到了 你有那份感觉就是了 我没有 没有刻意地去 描画白马王子的样子 那你听一听 我胖的还有点机会 其实你是及格的 你起码也是一个男性嘛 对对对 那王金文啊 你在娱乐圈这么多年呢 有没有实实在在碰上了一个 比较理想中的人物呢 不会是你的啦 肯定啦 香港很难找男朋友 我觉得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大家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沟通起来会有 会有 做深入的沟通会有 会有困难 在我来说啦 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 但是在我来说会这样 所以 对我来说我觉得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觉得还是 北京的男孩最较适合我 那要是将来你在香港啊 待得长一点时间的话 那么可能跟香港的 男士们的那个 那个交流 沟通比较容易的话 可能你会改变 现在那个 那个想法 那么 还有 你一般的情况 在那个假期当中呢 你最喜欢的什么事情 会安排一下 如果有假的话 那很开心 所以 我基本上 有假的时候 就会回北京 因为 北京 对我来说 是我的家 我现在还觉得 北京是我的家 那 如果没事情做的话 我希望回家里 轻松一下 放松一下 跟朋友们 叙叙旧 跟以前的老朋友 一起 聊天啊 玩啊 这样会比较轻松 因为平时工作太紧张 所以 有时间的话 我都说都会回北京 嗯哼哼哼 好了 王静雯啊 你自己其实呢 现在有没有定下 什么的目标啊 比如说 要达到这个 天后的地位 什么的 没想过这个 因为 太不实际了 太遥远 所以 还是做好 目前的这些工作 然后 一步一步的 这样稳定的前进 比较好 不想一下子 把目标定得太高 然后好高物远 然后 自己又做得 又是给自己 很大压力 这样的话 也不会做得很好 所以 所以没有想过太远 嗯哼 那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呢 那最后一条呢 我在问呢 嗯 不如由我来问呢 好不好 好 好了 王静雯 你来了香港 这么多年了 感觉到香港好 还是北京好呢 其实两个地方 都有他们不同的 对我来说 有不同的意义 那北京是我 出生的地方 成长的地方 香港是我 开拓事业的地方 嗯 起步 事业起步的地方 那所以 两个地方 我都很喜欢 嗯 各自有 不同的意义 对我来说 嗯 对 那北京呢 你去过没有 没有 北京实在 也不错的地方的 你去过以后呢 我感觉到 你也会喜欢的 那么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好了 在这里 谢谢你 王静雯 来我们这里 量吃了 谢谢你啊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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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